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近日接連大陸企業發生了爆雷事件 最新的就是蘇寧集團旗下的江蘇蘇寧足球隊 這支足球隊在剛剛四個月前才獲取中超冠軍 但是去到昨天竟然宣佈要停止營運 停運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莫財 根據報導所說 江蘇蘇寧足球隊不僅欠足球員 四個月的工資和獎金 而且欠債高達5億元人民幣 這樣也未算 明明他們剛才獲取中超冠軍 他們竟然宣稱一分錢的獎金都未到手 除了江蘇蘇寧以外 蘇寧集團旗下的蘇寧意購 在昨天也授出了部分的股份給國家企業 至於蘇寧旗下的意大利足球隊 據國際米蘭 據說情況都是岌岌可危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一下剛才獲取中超冠軍的那支江蘇蘇寧球隊 現在面臨著一個什麼的困境 原來蘇寧隊在奪冠之後的命運是堪稱無限的淒涼 球隊宣稱至今都未曾拿到過一分錢的奪冠獎金 到手的只不過是一封集團的賀電和家獎領 只有這麼多東西 問題就是 報道裡其實沒有交代過 究竟是中超聯賽沒有將奪冠獎金交給蘇寧集團 還是其實那些奪冠獎金是由蘇寧集團自己扣起了 那個真實情況不得而知 另外 據說球隊曾經申請了兩千萬的奪冠獎金預選 但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否最終獲批 反正那些球員始終都沒有一分錢到手 不僅如此 球隊裡面的大部分人都仍然被拖欠 在上一個賽季的四個月工資和獎金 蘇寧雖然向中國足協提交了工資確認表 但眾所周知 球隊多數都是叫隊員在工資確認表上簽了紙 即是說 紙就簽了 但工資還沒到手 現在面對著一個這樣的情況 蘇寧在昨天宣布要即日停止營運 為何拖到昨天才說要停運呢 因為2月28日正正是中超聯足球隊 申請參賽的死線 他們不去到死線那一刻都沒有放棄 不過始終去到死線都是死了 他們就說停止營運 但現在就未曾散兵 江蘇蘇寧足球隊發表了一份公告 就說從即日起 他們就要停止所屬國球隊的運營 同時就要在更大範圍內 期待社會有息知事和企業 和他們恰談後續發展事宜 即是說他們還想繼續把這個足球隊賣盤 問題就是究竟他們能不能夠賣出呢 我就不是說很樂觀了 因為根據大陸的媒體所說 就說這支足球隊的欠債是有5億元人民幣的 你說如果要低價轉讓球會去尋找買家的時候 就算你賣多少錢都好 其實新買家就會承擔你的債務 就是說一買的時候就欠債5億 那麼有沒有人願意做這個蝕本生意呢 尤其是當你這支球隊原來在中超聯賽中的成績那麼彪秉 甚至乎是拿著球賽冠軍 竟然還要虧錢的時候 即是說你這支球隊都沒什麼得救的了 你這支球隊是可以有什麼賺錢的項目的 比如說英超聯賽的球隊這樣就算了 他們除了足球聯賽的門票以外 其實是獲得了巨額的商業贊助的 再加上他們又有很多周邊產品來賣 比如說球衣、紀念品等等 再加上就是聯賽全球的播映費用 所以別人是很賺錢的 換轉你這個蘇寧的球隊 你已經是登峰奏極了 拿中超聯賽冠軍了 仍然負債5億的時候 別人當然會有很多考慮 就是到底搞這些足球賽事 能不能夠是獲利的 虧本生意有鬼人肯做嗎 就算在現在這個國進民退的大環境下 你看看這些球隊 連國家都不肯接手的 你就知道是沒有人走的 那究竟這支江蘇蘇寧球隊的命運會是怎麼樣 我們又可以看看上一個中超聯賽的賽季 其實又有另一支球隊是解散了的 那支球隊就叫做天津天海 他們同樣都是在季尾的時候 想用這個被接管或者被托管的方法來續命 宣佈過要用零元 即是說不用錢 來轉讓整支球隊的全部股權 問題就是 你那支球隊都蝕本的 就算送給你也沒有人要 一接管就已經是要無限扔錢下去 是無底心談 那些買家怎會願意接手呢 一接手原來就會萬劫不復 要不停扔錢下去 是擔沙填海的 所以最終有些球隊就難逃散邊的命運 那究竟江蘇蘇寧會是怎麼樣 似乎如果他們不肯再投放資金下去的時候 都或者會走上這條的道路 大陸媒體守護對於這個情況 就作出了相當深刻的批判 為什麼呢 因為江蘇蘇寧在上季的中超聯賽當中是奪冠 於是他們其實也拿到了瓦冠杯的入場券 問題就是你現在都停止營運了 雖然就未曾散邊 但是如果沒有新買家入場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也不會再參與這個瓦冠杯了 變成了就是他們就導致很大的麻煩出現了 那究竟他們會不會參加瓦冠 我看怕也不會了 因為在2月中的時候 已經是有多名的球員是離職的了 包括了前主帥奧拉羅柔 還有外援泰斯拿 米蘭達和辛尼迪等等 還有多名中國籍的球員是不獲續約 那就是說你這麼多球員都已經是走鬼的時候 那你找鬼踢嗎 那班主自己下場踢 哈哈哈哈 所以應該就是都幾大機會 是不會參加瓦冠杯的了 守護說儘管亞洲足協對於亞洲賽席位分配有應對方案 但是中超球隊接連因為違規和解散而影響賽事 被亞冠聯賽的競賽計劃製造麻煩 這樣中國職業足球的國際形象將會大打折扣 由此帶來的聯賽公信力降低也都在所難免 什麼中國足球都還有國際形象和聯賽公信力的嗎 哈哈 周時被人說做馬 以前曾經試過有些足球員打人多過打球 這樣就不知道了 他們說有就有 好了 在中國足球整體水平高的情況下 類似變故 在國際足壇層面不僅是笑話 更加是醜聞 那我又同意這句 你那些球隊經常來散招 那你怎麼踢呢 你那個財政穩健其實很重要的 如果有些外國聯賽 你那支球隊財政不穩健 其實就是會被人降班的 會扣分的 意大利就試過是這樣 意甲也試過 你那些球隊的財政很亂 除了江蘇蘇寧之外 其實蘇寧集團 還擁有另一支意甲球隊 就是國際米蘭 蘇寧集團較早前發出了一份公告 就承諾 無論有沒有其他資金的支持都好 他們本身都會繼續向國際米蘭給予財政支持 但是他們又表示 正在尋找一些新的合作夥伴 已經進入到會談階段 雖然蘇寧就想以合作的方式 來減輕營運國際米蘭的財政壓力 但是意大利的媒體就指出 蘇寧集團出售國際米蘭 都只是時間問題 暫時就不知道 他們說尋找新的合作夥伴 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出售部分的股權 還是怎樣 你如果說新的合作夥伴 多數都是出售部分股份 引入這些策略性的投資者 你賣得一些的時候 遲早再有壓力的時候 你又要再賣 所以別人意媒就說 你遲早也要賣 我們又看看蘇寧是頂得多久 除了這個足球隊搞得禍之外 原來蘇寧旗下還有一個零售企業 叫做蘇寧移購 較早前曾經傳出過資金鏈斷裂 本來蘇寧集團的董事長 張近東他打算找馬雲求救 曾經把全部股權質額給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團 但是馬雲落爛之後 張近東也知道馬雲也靠不住 去到昨天證實了 中國國企、深圳國際和坤鵬資本 出手相救這家蘇寧移購 分別會按每股人民幣6.92 買下蘇寧移購的8%和15%的股權 總交易金額達到148億人民幣 蘇寧移購也正式轉為具有國企背景的企業 因為他本來是一家民企 在出售部分股份以後 其實蘇寧移購的實際控制人 仍然是張近東和他的一致行動人 蘇寧控股和蘇寧電器 持股比例是21.83% 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說到 國企買了1.5%加8% 即是2.3% 剛剛是多過21.83% 如果這兩家國企 決定行動一致的時候 變成可以加空張近東 因為別人的股份是多過你 所以當然現在名義上還是張近東控制 但實際情況是深召 甚至乎張近東在蘇寧移購的30周年慶典上也曾提過 說企業小的時候是個人的 大了就是國家的 蘇寧每一步的發展都要服務於社會需要和國家政策 所以現在就是由國企的資本來介入了 也證明得到 這個蘇寧意購 起碼是具備一定的盈利能力 國企才會入股 比如說江蘇蘇寧足球隊 一買就負債5億 所以國進民退其實也是有篩選的 有盈利能力才是國進的 沒有盈利能力的虧本麻煩你自己民退 在國企入股蘇寧意購之後 他們馬上要展開新報告 重新制定公司治理規範 管理體制 並且決定在深圳設立華南地區總部 以增加蘇寧意購在華南地區 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經營能力和企業品牌知名度 有效提升市場佔有率 其實之前有線做過一個訪問問過很多不少民企老闆 說到底你們願不願意給國企的資本來介入 其實一般的老闆都不願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自己打息的時候 在很多的日常操作上就會靈活很多 你一旦有這些國企資本介入 基本上你做什麼都要問過黨委先 所以就算你說現在的名義上的實際控股人 是張近東也好 這家這樣的公司 你變了來說 你的話事權還有多少 你的話語權還有多少 所以大家就是這些心照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